大家一听这话,总算是将心放到了肚子去。 我去看看他。 云吉和柳氏进了屋,看着昏迷不醒的云震霄。 阿吉,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老爷怎么会伤得这么重? 是我不小心,我伤了他。 沈百千站在门口微微一愣,柳氏抬眸看向云吉。 你这孩子,可真是,老爷他从来都没有对不起长公主。 长公主是老爷最爱的女人,可是她嫁给老爷时,就怀了别人的孩子。 即使这样,老爷依旧无怨无悔地娶了她,并且视你为己出。 这孩子长大了,有权利知道真相,他家老爷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他的事,不该被误会一辈子。 云吉浑身一颤,沈百千连忙握住他的手。 云吉! 没事。 柳氏叹了口气,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那我爹究竟是谁?我又是谁?我娘为何自杀? 抱歉,我也不知道。 云吉失望地垂下眸子,看着躺在床上的云震霄,心里一酸,转身离去。 夫人,放心,偶夜不会有事的,我让小蝶守在这儿,我去看看云吉,一会儿就回来。 好,辛苦百千姑娘了。 沈百千匆忙地追着云吉向外走去。 百千姑娘,其实我早就想将真相告诉阿吉,可是老爷不同意。 他说,他的阿吉已经够可怜了。 没有娘,他不能让他也没有爹。 告诉阿吉,我也从来都将他看作自己的亲骨肉,腾在心里。 谢谢夫人。 柳夫人坐在了云震霄的身边。 老爷,你一定会怪我吗? 这次,你怪我,我也不会后悔。 阿吉大了,你不该瞒着他一辈子。 云吉来到自己母亲的祠堂,跪坐在地上,一声不吭。 沈百千跪到了他的身边,心疼地将他抱在怀中。 原来我一直什么都没有。 傻瓜,说什么傻话呢? 你有我和小吉啊,你怎么就什么都没有了呢? 方姑姑已经给咱们看好了日子,明年桃花开的时候,日子最好,我们就成亲。 我给你生一堆的孩子,你会有好多的家人。 云吉,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我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的。 云吉将脸埋在沈百千的脖梗里。 云吉,柳诗让我告诉你,郑萧红一直不同意,他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你。 他说,他的阿吉已经没有了娘,他怎么能再让他没有爹呢? 他居然宁愿自己委屈着,被怨恨着,都不肯告诉他真相。 原来不是他辜负了他娘,而是他娘辜负了他爹,他爹到底是有多傻。 两个时辰后,云正霄终于醒了过来。 百千,老爷醒了。 沈百千和云吉赶紧围了上来。 侯爷,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啊? 若是有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 他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下来了。 云吉看着云正霄,银底目然一红。 云正霄艰难地抬眸看向云吉。 你没有,杀那男小伯是不是啊? 云吉不解地看着他。 你放心,我没有。 云正霄输了一口气,总算是放心了。 我出去给老爷准备热水,打擦脸,你们聊吧。 那我帮你啊。 沈百千找个借口走了,云正霄看了看云吉。 你回去吧,我没事了,小声而已。 爹,是阿吉不好,让你担心了,阿吉给您赔不是了。 云吉说着,重重给云正霄磕了个头。 你这孩子,这是干什么呢? 爹,我都知道了,柳云都告诉我了。 云正霄浑身一僵,不吭声了。 两久的沉默后。 该来的还是又来的,阿吉啊。 云正霄突然猴头酸涩。 我的阿吉啊,你怎么这么迷工? 爹,你别哭了,是阿吉不懂事,是阿吉误会了你。 阿吉不乖,早让你难过,阿吉知道错了。 不是的,我的阿吉一直很优秀,只是太命苦了而已。 云正霄将头缓缓地靠近云正霄。 孩子,既然你都知道了,那爹也不瞒着你了。 云正霄抬手摸了摸云正霄的头,他儿子天生聪明,有些事不是他想瞒着就能瞒得住的。 云正霄看着他,心里却突然有些紧张了。 那个纳兰小伯,你不能杀,他是你的情书府啊。 云正霄浑身一僵。 你是说我是,我是…… 是,你是天极圣帝的儿子,纳兰云正霄。 天极一直有个传言,说圣帝在民间有个私生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大将军久不再瞅,怕是不知道,伯王其实与皇后是一个阵营的,伯王妃是皇后的亲妹妹。 所以,你怀疑云小子是圣帝的儿子? 很有可能,说是普通的人,怎么会轮到伯王亲自出手? 他怎么会如此费尽心机? 太子无能,皇后怕是有些担心了。 却换台谋,意味深长地看着大胡子。 大胡子微微醋眉,虽然云集不是持重之物,比他想象的还厉害,可是他还是希望他跟百千丫头,能过普通人的日子,不要参与这些权力的斗争。 云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云正霄的屋子的。 沈百千看着脸色苍白的云集。 你也别难过了。 你说我娘是不是很傻呀?天极的圣帝又如何呢? 比起我爹的深情,那个伯良的圣帝,使得他如此葬送自己的一辈子吗? 真是傻套了。 你也别难过了,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同的,爱上一个人就没有什么值不值得的,都是命。 长公主,她也是个痴情人。 云集沉默地垂下毛子,她连做个纹固的权力都没有,天极的权力窝子已经找上了她,难道她安分守己,他们就会放过自己,放过自己的家人吗? 锦贤弟听说了云集刺杀纳兰消泊,吓得差点没晕过去,还好周公公告诉她,郑萧侯阻止了她。 郑萧侯没事吧? 回陛下,郑萧侯也百千姑娘一致,已经醒了,没什么大碍了。 这天极的大人物,怎么都聚到兰京来了呢? 陛下,王伍侯竟然已经不打算深究,也答应了大将军王和雪宗主这事就翻篇了,那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不要再提这事了。 也只能这样了。 她这个姐姐真是的,给她留下这么大的祸端,真是不知道是或是负。 她突然想起青天剑的占星诗说的话,青云直上,韶华盛极,君临天下,扶摇万里。 若是她的亲外甥成为圣地,那他们苍蓝也能水涨船高,她决定赌一把,明日所有使臣都要离开兰京。 锦贤弟特地举办晚宴,招待客人,明日本来不想去的,可是锦贤弟特意点名,让她必须去,最后还是云震销说了好话,明日不敢再气他,才不得已去了晚宴。 沈百千看着坐在对面,气宇宣昂刮了胡子的大将军王,蓝镇。 你说,那个真的是咱们家邋遢的大胡子,这怎么换了身皮,刮个胡子,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 看走眼了吧,毕竟是大将军嘛,该有的气势还是要有的,平日里不修蝙蝠也就算了,这么重要的场合,总不会带着大胡子来吧。 你说的也是啊,可是我还是喜欢那个邋遢的大胡子,儿子还不知道他的师父就要离开他了,若是他知道了,会伤心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何止是他,他也舍不得大胡子离开,可是缘分尽了,只能随缘了。 沈百青垂下眸子,不吭声了,大胡子今天确实精神很多,他看着沈百青失望的神色,心里有些酸酸的。 他知道,这两个小家伙,定然是舍不得自己的。 他抬眸看向云景,也许,他们还有再见面的一天。 许多官家小姐也出席了晚宴,景仙帝也存了想莲莲的心思, 若是哪个大人物看中了他苍蓝国的女儿,那就再好不过了。 水浅瓷一眼就看到了一身云纹蓝色衣袍的血幻,谁能承想,一个卖胭脂水粉的小丝,居然会是天极的雪宗主。 天啊,难怪人家看不上自己,他真是后悔死了。 存了这心思的又何止是水浅瓷,很多人都见过血幻,都后悔没抓住这么好的机会。 晚宴上,最不开心的就是骆穹烟,本以为会除去心腹大患,却不料,这两个人居然如此命大,逃过一劫,真是不甘心啊。 商伯远看了云集一眼,微微沉思,云集刺杀伯王的事,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他居然毫发无伤,更有意思的是,纳兰肖伯,居然也没追究。 商伯远突然心中一惊,他可是听说过,圣帝有私生子的传言,上次老二被打断腿,就是因为见了云集被追杀,不但没阻止,还告诉了黑衣人逃跑的方向,才遭到报复。 他一个顽固怎么总被追杀,看来他真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私生子啊,商伯远突然有些担忧了,若是云集成了天极黄泉中心的人,那商伯远的地位毕然水涨船高, 看来他要在他们羽翼未丰满时,先将王权夺下。 云集看向纳兰肖伯,眼神依旧杀意横生,苍蝇的仇还没报,他怎么善罢甘秋,亲叔叔又能怎样? 纳兰肖伯悠悠抬眸对上云集冷漠的眼神,不过是个矛头小子,皇后就是小题大做,翻不出什么花的,就是可惜了错过这次,下次再想杀,就不那么容易了。 纳兰肖伯看向兰阵,一个暗卫之宗就够难对付他, 这个大将军王又回来了,真是头疼,不是说中了婴宿十年都已经死了吗? 居然没死,真是够命大的,一场宴会,各怀鬼胎,晚宴结束后,所有使臣都被送回了驿馆, 大胡子到了驿馆,又骑马跑回自己的家,他明天都要走了,他还没想好该怎么跟小家伙说, 一想到小吉,他这心里就揪着疼,在他最孤独的时候,是那个孩子给了他温暖, 他愿将世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也不想离开他,可是他必须要走了, 神脉签和云集就知道,蓝镇会回家来住,早早拉着小吉,等在房中, 小吉看着进屋的大胡子微微一愣, 娘,家里来客人了吗? 大胡子听了这话有些心酸, 傻孩子,那就是大胡子啊,你师父啊,不过人家现在是大将军了,不再是邋遢的乞丐罪汉了, 小吉,怎么不认识师父了呀? 蓝镇笑着,将小吉抱了起来, 师父,真的是你啊,你今天好英俊啊, 小吉笑嘻嘻地抱着蓝镇的脖子, 师父,你原来真是个大将军啊,你好棒啊, 小吉将来也要做大将军 我们小吉,别说大将军了,就是做皇帝都行的 明吉微微一愣,看来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了, 蓝镇的意思很明显是告诉他, 若是他将来有夺权的心思,他会站在他这边, 明吉心里一暖,可是他还真不想做什么皇帝 蓝大哥,你真的要走了? 他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可是没想到这一天会这么早到来 天下没有乌森的宴席,文修啊,小南大哥了,来天极看我 蓝镇有些不舍地看着沈文修 天极?师父,你去天极干什么去? 是我妈带着小吉好不好? 大胡子看着奶蒙的小娃娃,心酸了 对不起啊,小吉,师父要回家了,不会再留在蓝镜了 啊,你又是不要我了吗? 怎么会呢?师父会我来看你的 沈百千眼圈一红,转过身去,也掉下了眼泪, 在他心中,早就将大胡子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他要走了,他也难过 明吉轻轻地拍了拍沈百千的肩膀 沈文修也哭了,蓝镇心里难过得不行 小吉不哭啊,你是男子汉,要乖的 不乖,师父就不会离开小吉了吗? 小布,你跟师父走吧 喂,大胡子,要点脸呢,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呵呵呵,我是说,偶尔接小吉去天极会儿,守护士不给你送回来了 哼,这还差不多 好了,太晚了,你们睡觉去吧,小吉给我留下,陪我一宿,我也顺着我 他全家都死了,他就沈百千和大胡子这么两个亲人 如今大胡子要走,他心里难过 好,你越远留下 好吧,你们好好休息吧 明吉拉着恋恋不舍的沈百千向外走去 那蓝萧伯今晚同样也没有住在驿站 离开蓝镜,他唯一舍不得就是这软玉温香 没人,跟本王离开这儿吧,去天际吧 本王保证你会荣华富贵一辈子 花茉然悠悠起身 王,若是茉然不愿意,你会勉强茉然吗 怎么会呢,本王还不至于为难一个女人 那就谢谢王爷了,大蓝萧伯温柔地看着她 你若是跟本王走,本王定然不会亏待你的 这里,还有我牵挂的人 真是遗憾了 他还挺喜欢这个女人的 看在茉然扶持你这么久的份上,你可以送个礼物给茉然吗 没人喜欢什么,本王都会送给你 请王爷帮茉然报仇,带走一个人,我要他生不如死 谁? 少卿 好 就在他以为花茉然不会跟他走时 谢谢王爷,茉然愿意跟你走 是真的吗? 自然,王爷对茉然如此情深意重,茉然怎么会辜负你 第二天蓝阵又回到驿馆去 临走时,沈文修和沈百迁只能远远看着她的队伍,却不方便露面松心 蓝阵不停地回头张望着,恋恋不舍地离开蓝京 原本以为的最灰暗的日子,却成了她一生的美好 他们是她的家人,是她一生的温暖 最近云吉很忙,每天都要去照看云正霄 父子二人的感情变得特别好 云正霄因为受伤在家休息,这也是这么多年,她最清闲的一年 云吉变得越来越忙忙碌碌的,很晚才会回家 上个月居然有半个月都在出院门,深秋了,天色寒凉 云吉从外面回来,看着安静地躺在床上的沈百迁 脚靠近,又怕身上的凉气会将她惊醒 于是只好忍着,坐在她的身边,静静地看着她 想等身上的凉气消散些,再上床睡觉 看着沈百迁甜美的睡眼,云吉突然愧疚急了 她不是个好夫君,她要做的事很危险,她是不是太自私了 哪个女人不想过安稳的日子 可是若是让她就此罢手放弃仇恨,她又如何甘心 沈百迁突然轻轻地握住云吉的手 怎么,还不上床睡觉 是不是我叫你超醒了,我身上冷,等我这暖鞋再 沈百迁突然起身紧紧地抱着云吉 冷吗,那我给你暖暖 云吉心里一暖,赶紧扯过被子,将她裹在怀中 对不起,倩倩,我最近有些忙,我... 你又去万龙子都了 云吉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云吉,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 什么事,你说,我都答应你啊 即使沈百迁要她不再追查那件事,她也会答应她 答应我云吉,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要瞒着我 也不要怕我会担心,无论你想干什么,都放手去做 我会好好地照顾儿子的,不用你操心 浅浅... 原来她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做任何的事情,我都无条件地支持 你做顽固也好,做皇帝也好,哪怕是做乞丐 我都要跟着你,我不是你的负担,也不拖你的后腿 云吉,我唯一要求你的,就是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无论何时,我都要一个毫发无损的云吉 浅浅... 云吉声音沙哑地抱住她 我不想做什么皇帝,不想军临天下 我只是想要和真相而已 我只想知道,我娘她为何要自杀 所以,她将万龙子都大半的势力迁移近天极 好,你喜欢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第二天下午时,云吉从外面带回来两个没眼阴气的少女 浅浅,这是万龙子都的杀手 紫月,东克,我想让他们做你和小吉的安慰 我不在家的时候,也好放心些 哼,好啊,多个武林高手做护卫,很威风的 云吉笑着捏了捏她的小鼻子 属下,参见夫人 他们是万万不会让自己的主上失望 一转眼,快要到年底了 陆苏然也快到了临盆的日子 张伯岩在金店订了个小金锁给孩子 陆苏然闲着没事,正好坐着马车去取金锁 马夫下了车,刚要回身叫陆苏然下车 却不料,突然有个黑衣蒙面人跳上马车 驾着马车向前疯狂跑去 车厢疯狂地晃动 天真 陆苏然死死地护着肚子 感觉裤子中突然一阵暖流流过 华儿,我要水泼了 我好像而生了 华儿突然瞪大了双眼 停车 我求求你了 快停车 可是赶车的人冲耳不闻 继续疯狂地向前奔去 他艰难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 宝宝,别怕 外面突然传来打斗声 马车滴滴撞撞变得更不稳了 苏然的头突然撞到了车壁上 鲜血瞬间流了下来 华儿吓坏了 赶紧死死地将陆苏然抱在怀中 用身体挡住他 小姐 其实他也伤得不轻 浑身都要被撞伞架了 车终于停了下来 秦王妃,你没事吧 我是云夫记的伙计 我是云小伙议的人 你别怕 谢谢您 看见将王妃送回府中 王妃要伤了 好,马上 立刻驾着马车 向秦王府赶去 怎么办呢,云姐 我该怎么办呢 都怪你 我总就说了杀了伤博远 你偏不听 你能放过他 他可会放过你的亲儿 你是说 这是伤博远干的 除了他 还能是谁 我要杀了他 我要将他损失万段 云姐叹了口气 你先别急啊 先等你媳妇将孩子生了再说 这回 再也不能心思手染了 不会 我要当太子 我要他们 都不得好死 里面两个吻婆手忙脚乱 沈百迁戴着透视眼镜 检查陆苏然的肚子 看到里面的羊水已经没了 孩子期待缠缚 你们都出去吧 两个缠缚秘密相去 只好向外走去 苏然 你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 倩倩 我是不是要死了 你一定要救救孩子 我死了不要紧 苏然 你和孩子都不会死 我跟你说 孩子期待缠缚 你受了惊吓 又没有力气 这孩子硬生是生不下来的 这样下去 你和孩子都还会有危险 所以我要给你 做剖腹产手术 你不要怕 这个我做了很多次 绝对不会失手的 你做吧 我相信你 我不怕 好 我这就给你打麻药 沈脉仙来不及通知伤博言了 紧急情况再不手术 两个都要死 可是打了麻药过了很久 陆苏然依旧没有反应 苏然 你居然是抗麻药体制 怎么办呀 这回他也慌了 麻药不起作用 难道要生抛吗 什么意思 就是麻药在你的身上不起作用 若是要保住孩子 我只能动刀 你 你能够挺得住吗 陆苏然突然沉默了平坑 好 我能挺住 拿个帕子堵住我的嘴 不要让伯爷听见我的喊声 他会心疼的 沈脉仙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别怕 用不上一刻钟 我就能够做好 你要挺住 放心 沈脉仙让小蝶将帕子 塞入陆苏然的口中 倒不是真怕伤博言听见他的喊声 而是怕他太疼 会咬伤自己的舌头 手术开始了 伤博言急得都要疯了 陆家的人和皇后都到齐了 一堆人守在外面 天空下起了雪 可是谁都不愿意离开这里 陆封元眼泪在眼圈 心疼自己的闺女 真是恨不得冲进去守着她 怎么还不出来呢 这喊帽为什么被赶出来了呀 苏然到底怎么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生了 生了 伤博言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倩倩 我家苏然怎么样了 莫菲没事 沈脉仙抓紧时间缝合苏然的伤口 一刻不敢分心 陆苏然疼得已经两眼冒惊心 几乎怀疑自己要死了 手术终于结束了 沈脉签处理好了陆苏然的伤口 给她盖好了被子 将她口中湿漉漉的帕子拿了出来 恭喜你 苏然你生了一个男孩 母子平安 乖 没事了 她心疼死了 这是她的表妹呀 看着她这么痛苦 她真是太难过了 谢谢浅浅 太好了 谢什么呀 你傻不傻 我是你姐姐 浅浅 帮我叫伯彦进来 我要看看她 好 你等着 沈百千转身离去 沈百千一出来 苏然怎么样了 她好不好 沈百千刷的抬眸瞪了她一眼 一把将她推开 若是你以后 敢对不起苏然 我杀了你 门外突然压去无声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浅浅怎么发这么大火 不会 我死都不会对不起她 你放心吧 期待缠缚 孩子生不出来 我只好给苏然做了剖腹缠手术 可是她居然是抗麻药体质 麻药对于她来说根本就不起作用 所以 这孩子是我生抛的 她让我堵住她的嘴 说是怕你听见她的哭声会难过 伤伯彦啊伤伯彦 你配不上她 伤伯彦浑身一颤 她眼泪刷得流了下来 她的苏然 她的妻子 她确实配不上她 若是她早点听云集的 杀了伤伯彦 她就不用遭受这么大的罪了 说得对 她对自己的儿子也很失望 上次她中毒的事都没能让她清醒 若是这次还不能 她真是配不上人家丫头 陆丰元此刻已经听不见她们在聊什么 只知道她听见了她女儿 居然是割了肚子拿出的孩子 她吓得差点没晕过去 我进去看看苏然 伤伯彦也觉得她母后骂得对 她真是配不上她 千千拿 我们也想去看看 不行 娘 你们身上凉 免得将凉气过给苏然和孩子 还是去隔壁暖暖 再去看苏然吧 所有人走后 只有云集呆呆地站在云地不动 怎么了 沈百青看着失神的云集 千千 云集突然抱住沈百青 我们就只要小吉一个儿子就好了 不要再有孩子了 我不要了 真的不要了 沈百青微微一愣 没想到她居然被吓到 别怕 这是意外 不是每个人生孩子都这么可怕的 宁集孤独 她想让她有个温暖热闹的家 那也不生了 我舍不得你造罪 沈百青笑了 可是她才不会听她的呢 伤伯彦进屋后 没赶上寝去 而是赶紧去了火炉旁 她身上太凉了 她要烤暖鞋 才敢靠近陆苏然和孩子 孩子就放在陆苏然的旁边 陆苏然痛苦地闭着眼睛 伤伯彦悄悄地蹲在她的床边 看着脸色苍白的陆苏然 心疼得要死 陆苏然听到身边有声音 缓缓地睁开眼睛 薄言 看看我们的儿子 他长得好可爱啊 苏然 是我不好 我应该陪在你身边的 若是我今天没有进宫 你就不会 苏然 我对不起你 伤口疼不疼 我只是该死 别哭 薄言 你哭我会难过的 我不哭了 你也别哭了 都是她懦弱 从今天起 她再也不会心慈手软了 好 我们都不哭 苏然 千千说得对 我配不上你 别听她胡说 不 她说得对 我确实配不上你 我的苏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 可是我却不求上进 自甘堕落 苏然 我怎么能做这么一个没有用的夫君呢 我怎么配得上我的苏然 我发誓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跟他们出去玩了 我要历经图治 我要做个好夫君 薄言 其实你不必这样 无论怎样的你 我都喜欢 不 喜欢还不够 我要你为我骄傲 一群人暖的身子 分批进屋看孩子 看路苏然 总算是母子平安 大家其乐融融的 废物 商伯远提起剑 回身刺向命前的黑衣人 他冷漠地将剑拔出 气脑地摔在了地上 让王息怒 息怒 现在如今已经有两个黄森了 本王就再也没有什么优势了 你叫我如何息怒 本来天衣无缝的计划 又被云集给搅和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怎么就没有一个好机会呢 其实是有个好机会的 什么机会 远王大婚 就是个好机会啊 你说的有道理 我已经在我爹的饭菜里加了慢性毒药 他早晚会武功全废 到时候镇南军就是咱们的了 王爷 您还怕什么呢 妖武啊 等本王登基后 你就是第一功者 本王定人不会亏待你的 多谢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 万万岁 自从陆苏染生了宝宝以后 商伯岩还真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开始历经图治 天天上朝关心朝中大事 商千秋见他如此上进 很是欣慰 商伯岩有大将军和镇霄吼的支持 在朝中的地位如日中天 甚至有人提议要立他为太子 商伯岩是越来越觉得紧张了 他知道他不能再拖了 除夕 云吉第一次和自己父亲一起受罪 云镇霄也没有想到 居然还有机会和云吉一起过年 激动得简直热泪盈眶 大年初一 小吉给所有亲人挨个拜年 于是收了一堆红包 每天都喜滋滋的 上次小吉过生日 云吉没有参与 这次说什么都不能错过了 于是准备办个小家宴 将所有的亲人都请来 给他的宝贝儿子庆祝 宴喜上 爹要送你个最特别的礼物 打开看看 是什么呀 小吉兴奋地打开盒子 发现里面居然是蓝田玉座的印章 云四野 他不解地回头看向他爹 云四野是谁呀 傻孩子 云四野是你 是爹爹为你起的名字 云四野自木谦 云四野云木谦 爹希望你四遥想 自由自在 永远不要束缚自己的野性 过得开开心心的 没有想到 他居然给儿子起这样的小字 心里突然暖暖的 谢谢爹 小吉终于有大名了 爹 那木谦是什么意思啊 一桌子的人哈哈大笑 都看向沈百谦 沈百谦被大家看得都不好意思了 舅舅只能告诉你啊 木是爱木的意思 谦是沈百谦的谦 意思就是我爹爱木我娘的意思 对不对 从里啊 儿子 大家又哈哈大笑 沈百谦撑了云吉一眼 脸都红了 大家也给云小吉送了生日礼物 一顿晚宴 热热闹闹的 最近真是好事连连 沈百谦在春围中高中状元 沈百谦差点激动地哭了 蓝镇听了消息 不远千里 派人送了天极名贵的文房四宝 作为贺礼 虽然沈百谦已经不再需要他撑腰了 可是沈百谦答应他的事 一定要办到 一转眼又过了一个月 沈百谦终于要大婚了 就在他大婚的前一天 大将军沈献之却突然病倒了 沈百谦将他接到了自己家去住 初步检查 他居然是中毒了 可是至于中的是什么毒 却不得而知 西北来了一伙劫匪 常年骚扰当地军民 商千秋派云正霄和云吉 去剿灭山匪 商伯烟主动请命 跟正霄侯去历练 商千秋的左膀右臂都不再抄 这可是天赐两斤 一早 商伯烟便表面上喜气洋洋的迎娶新娘 拜堂 晚上趁着宫中有喜事 守卫松散时 和商伯昭还有沈奥 从东门和西门联合杀入宫中 将大殿团团围住 你则 你居然逼宫 父皇 这都是你逼我的 从小到大 我每天勤奋刻苦 哪点比不上商伯烟那个顽固 可是你却永远只喜欢他 不喜欢我 此刻你的儿子在千里之外 大将军病倒在床上 这就是老天想要沉沉我呀 父皇 请顺应天意 让位与我 一样天年吧 弟子 大逆不道了 真是看错你了 不管怎么说 都是自己的亲儿子 又是寄予厚望的长子 虽然他没想将王位传给他 但是也不会亏待他 大哥 你还跟父皇费什么话呀 从小到大他眼里就知道商伯烟和云吉 哪有咱们兄弟 大哥 杀进去 弟弟给你打头阵 只要他大哥坐上王位 那天下就是他们哥俩的了 从今以后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 他开心坏了 昭王呢 你这是要助证为虐呀 你怎么能这么对陛下呢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闭嘴 这里哪有你个阉人说话的份 哥 别犹豫了 胜者为王摆着为寇 怎么动手吧 是啊 冤王 不可心思手软呢 张伯远看着死到临头都不肯退让的商千秋 心里失望极了 来人 杀进去 我捉景贤地 报 张伯远的侍卫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不好了 冤王 英小侯爷和秦王 还有郑小侯 从东门杀了进来了 你说什么 大将军和陆夫人也从西门杀进来了 他爹不是中毒被沈百青接走了吗 难道 就在此时 他们身后突然灯火大亮 一群精兵将他们的人马团团围住 不愧是我的好儿子呀 要不是你背叛远王 给我同风报信 我们此刻还被蒙在鼓里呢 是你背叛了本王 我没有 你别听他胡说 我没有 我杀了你 商伯远一刀砍向沈奥 沈奥没有料到他真的会砍自己 你疯了是不是 我真是瞎了眼了 居然会跟了你 明吉和商伯远哈哈大笑 神奥的人与商伯远 还有云吉的人混站在一起 商伯远吓得带着自己人 慌忙向外逃跑 明吉朗翘一声 抽出剑囊的剑 对准商伯远一剑射杀 大事已去 商伯远 你还不束手正亲 束手就擒 做什么没梦呢 这皇位是我的 这天下也是我的 儿等都是在找死 突然 他猛然掠起 一剑刺向商伯远的方向 父皇 儿臣要与你同归于尽 胡佳 一队锦衣卫赶紧将商伯远 护在身后 云吉一跃而起 一剑砍断商伯远的胳膊 商伯远痛苦地后退两步 却又被商伯远 一剑砍在了后背 要不是他 他的苏然怎么遭了那么大的罪 杀了他 都难解他心头之恨 商伯远看着手足相残的画面 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可是他知道 自己不能再心软了 帝王之路 必然是血流成河 他的儿子必须经历这次蜕变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爹 放过我吧 爹 儿知错了 知错 恨徒 老子野心 我真是恨不得从来没有养过你 神仙之一刀砍下神奥的耳朵 爹 爹 别杀我 手下留情的 求你看在我们父子一场的份上 放过吧 爹 神仙之手下一颤 神奥曾经是他的骄傲 是他腾在心中的长子 他真是瞎了狗眼 没有看出他的狼子野心 你叫我手下留情 你可曾对你弟弟手下留情过 爹 爹 何时知错了 神奥突然扑过来 一把抱住神仙之的大腿 他悄悄地从袖子抽出一个柳叶弯刀 一声撕心裂地的喊叫 失去双臂的神奥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老家伙 你说你婆婆妈妈的 差点让我媳妇没爹了 哼 果然狗改不了吃屎 一场混战终于结束 父皇 秦叔二臣就驾来吃 秦叔二臣就驾来吃 都起来吧 不愧是我的好儿子 我的颜儿长大了 今晚秦王就驾有功 朕特封秦王为太子 多谢父皇 一场逼宫大戏 就此落寞 沈大仙早就怀疑神奥有问题 特意叮嘱沈献之 要多加小心饭菜 又给佩戴了百毒不侵的香囊 所以沈献之早就发现了 神奥在他饭菜下毒 于是将继究竟 看看他究竟有何阴谋 没想到 他居然会联合远王造反 应急在商伯远的府里有细作 自然早就知道了他的计划 也不过是和商伯远将继究竟演了一出大戏 既除掉了敌人 又得到了太子的位置 何乐不为啊 参与谋反的还有骆成相 孟国公沈尚书 商亲求命人 前去捉拿 骆穷燕还美滋滋的等着做皇后 一群锦衣卫冲入丞相府 骆穷燕还以为是来接他入宫为后的 兴致匆匆的穿着大红色的缝袍 跑了出来 却不料 怎么会是你 远王谋反 一被格杀 尔等余孽还不束手就擒 什么 跌倒在地上 怎么会这样 不会的呀 他要做皇后 他不要做阶下囚 他 他不想死 再走 打入大牢 两个侍卫上前抓起骆穷燕的胳膊 就往外拖 不 你不能怪我 不要 他痛苦地向云锦扑来 又被人无情地拉了回去 玉琦 玉琦 救我 救我 做什么美梦呢 看着云锦冷漠的眼神 哈哈 玉琦 我恨你 我爱了你那么多年 你就从来都不肯正眼看我一眼 我有几天 都是被你害的 你不得老死 郭总 玉琦一把夺过身边侍卫的刀甩了出去 骆穷燕死不瞑目 沈炎田一直派人关注宫里的动向 听说了远王谋反失败 吓得他连忙骑着马逃跑了 都来不及通知自己的儿子和老母亲 沈献之怎么可能放了这个差点害了他一双儿女的罪魁祸首 亲自带人追击 最后将他乱刀砍死 所有余孽三日后问斩 这个春天过得格外的精彩 快要到四月桃花盛开的季节 银吉要和沈百姓成亲了 可是他们还没等成亲 家里突然来了贵客 大胡子 你怎么来了呀 你莫不是听说我要成亲了吧 我正好要给你发情帖呢 你们要成亲了 是啊 你不知道 我还以为我哥写信告诉过你了呢 我 也许他不该来 那你干嘛呢 赶紧进屋啊 银吉笑着 拉着两个人向院中走去 小齐一会儿就放学了 他若是知道大胡子来了 一定会开心死了 还有我哥 他现在胜利不上手了 你说你多久没有回来了呀 银吉走在前面 双眸突然凉凉的 大胡子终究是天级的大将军 那个人的人 不再是他们的大胡子了 晚上 沈百姓亲手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大胡子 好久没有比划比划了 要不要练练呢 好啊 他知道 银吉定然是猜出来了他的来意 小只开沈百姓 单独跟他说 比划了半天 累得气喘吁吁坐在房顶 兰震掏出一个银色的酒壶 打开盖子喝了一口烈酒 封喉 痛快 他侧眸看向银吉笑了 好久没这么痛快 跟人打架了 你如今又是高高在上 受万民景仰的大将军王了 谁敢跟你打架呀 你看 木头酒葫芦 也被你抛弃了是不是 你 知道我的来意了 我们也被你抛弃了 是不是 阿吉 看吧 你在这儿的时候 从来没这么亲密的叫过我 你总是叫我银小子 可是如今 你都打算不要我们了 倒是叫得亲密了 他也不想这样 他也不想以着这样的身份 出现在他的身边 可是他别无选择 别默契了 说吧 你的来意 他派你来的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呀 圣地让我来劝你去天际 去天际 我吗 我凭什么呢 凭我是他的私生子吗 阿吉呀 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的 都说自己是有苦衷的 每个人都拿这个当借口 我都二十多了 他可曾关心过我这个儿子 可曾来看过我一眼 他知道我被他的皇后和弟弟追杀了这么多年吗 我死里逃生多少次 他知道吗 他不来看你 就是想保护你呀 当年他和长公主是两情相悦的 可是你娘却不肯跟他走 而是选择嫁给了殷正霄 他伤心之下 只好独自回到了天际 娶了玄元皇后 你娘结婚不到半年就生下了你 圣地才知道长公主怀的是她的骨肉 可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呀 芸妾微微一愣 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那我娘为何要那么做 她娘的院子叫福生园 纳兰福生 她若是不爱她 为何还要怀念她一辈子 折磨自己也折磨她 顺便折磨自己的儿子 她究竟是为何 没人知道为何啊 圣地也不知道 既然所有人都不知道 那就算了 我也不想知道了 前二十年天际和我没有关系 往后的日子 我也不想跟天际有任何牵扯 她缓缓起身 若是你想来参加我的婚宴 我随时欢迎 若是你是来当说客的 那就恕不远送了 阿吉啊 他生病了 也许活不成了 他想见你一面 想让你去做太子 将来将天际都交给你啊 天际 抱歉 我不稀罕 足间一点 绿了下去 蓝镇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叹息了一声 她就知道 这趟蓝金之行 不会那么顺利 苹吉回到房中时 怎么还不睡呢 你还说 我当然是在等你了 你说你 怎么那么好呢 苹吉笑着脱掉自己的衣服 钻进沈百姓的被窝 苹 苹吉 对不起 我今天 有点急了 苹吉 大胡子来 是来叫你去天际的吗 半上的沉默后 我不去 凭什么他叫求求去啊 神百姓小心翼翼的 从背后抱住他 阿吉 我知道你想去 你想知道你娘的死因 你想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想报仇我都知道 你舍不得我和小吉对不对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去做你想做的事 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支持你 苹吉的嗓子突然像是堵上了一大团棉花 难受得要命 倩倩 我不是一个好夫君 嫁给我 是不是让你操碎了心呢 倩倩 凭什么他需要我 我就要去他的身边呢 凭什么呀 他在天际有那么多眼线 他怎么会不知道天际的证据 纳兰浮生估计是实在走投无路 才想到自己这个私生子吧 云吉 沈百姓心疼的将他抱在怀中 第二天 沈百姓趁着云吉不在家 偷偷去了革壁 大胡子 你欺负我家云吉了是不是 百姓丫头 你说话是摸着点良心好不好啊 你叫云吉杀德行 你心里没准吗 谁能欺负得了他呀 你没欺负他吗 那为什么昨晚我家云吉回来之后这么不高兴呢 蓝阵突然不吭声了 你确定什么都不跟我说 哼 要知道我可能是唯一能劝得动云吉的人 蓝阵抬眸看向沈百姓 哼 好丫头 我就知道什么都瞒不住你 大胡子将自己的来意跟沈百姓说了 沈百姓沉默了半伤 你说圣地病得很严重吗 突然全身无力 不能自理 这一病听起来 怎么有点像格林巴黎综合症呢 也许我能治好他 真的吗丫头 对呀 你一说高明 我怎么将这事也忘了 你跟我回天机吧 救救他 不管怎么说 圣地都是那小子的爹 你总不能看着他死了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我只是说了也许 但是未必真的能够救他 我总得看 病人得的究竟是什么怪病啊 纳成 只要有希望 就比没希望强了 但是我家云吉 会不会让我去 还说不定呢 要不 我晚上劝劝他吧 好 那一切 都拜托百姓丫头了 你可要一定好好的劝劝云小子呀 哎呀 知道了知道了 瞧把你乐的 先说好啊 我家云吉可是倔强的很 我只能尽力劝说 能不能成功 就不一定了 哦 我相信你的能力 大胡子这一回终于看到希望了 云吉从外面回来 正好看见方姑姑跟钱管家 又在吵架 他突然停住了脚步 看着方姑姑恶有所思 方姑姑一抬头看见了云吉 小猴也回来了 吃饭了吗 要不要吩咐厨房 方姑姑 你给我来一下 云吉抬脚 向前走去 方姑姑和钱管家秘密相去 这是怎么了 两口子吵架了 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呢 方姑姑进了屋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方姑姑坐 云吉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方姑姑 你知道的 我从来都没有教你当奴婢 你是我娘身边的老人 我拿你当亲人的 云吉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这些 她是不是要问 方姑姑 我想知道我娘 当年为何没有嫁给圣弟 而是嫁给我爹了 方姑姑突然站了起来 谁跟你说的这些 小侯爷 你可别听别人乱说 云吉看着他突然紧张的样子 方姑姑 你不必瞒着我了 我都知道了 我不是我爹的儿子 我是圣弟的儿子 是吗 他紧张地捏着自己的手 不敢看云吉 小侯爷啊 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也不必纠结这个 其实侯爷对你挺好的 你就当自己是他儿子吧 我爹确实很好 对不起她的是我娘 是我 我不配做她的儿子 小侯爷 我娘既然如此爱纳兰浮胜 为何要嫁给我爹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都是命啊 长公主命苦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方姑姑突然抹了一把眼泪 圣弟是珍惜爱慕公主的 可惜造化弄人 天际太后找到长公主 当时的圣弟还是太子 死亡夺嫡 地位并不稳过 老太后劝公主离开她 说若是真心爱的 就不要拖累她 夺嫡失败 就是死路一条 说她即使嫁给圣弟 也保不住地位 保不住腹中的孩子 还不如忍痛分别 对所有人都好 圣弟与轩辕皇后 是有婚约的 若是回婚 这辈子就别想当圣弟了 云姬心里一酸 所以她就傻傻地放弃了 是吗 公主也不想啊 可是她说得对 公主在天际无权无势 根本就无法存活 更保不住你 若是她是孤身一人 还可以冒险 可是怀着你 去了天际 怕是连生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林姬沉默了 她真是无法想象 一个初次怀孕的女人 面临这么多人的压力 是怎么咬着牙做出的决定 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她娘是个高高在上的公主啊 怎么会活得如此卑微 既然有了婚约 又为何要招惹她娘 她原来比自己想象中的 还要命苦 那我娘为何自杀呢 因为公主是圣弟的心结 只要公主活着一天 玄约皇后就不会放过你 就会不断地追杀你和公主 所以公主想要保全你 她一直以为她是不爱她的 可是她却没有想到 她的爱原来如此无私 芸琪突然决定去天际 看看那些曾经将她娘逼得 走投无路的人 是怎么好好的活着的 凭什么她娘死得那么惨 她们却风风光光地活着 芳姑姑 你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进家 芳姑姑看着失落的芸琪 心里有些难过 叹息了一声向外走去 看到站在门口的沈百千 百千姑娘 芸琪猛然回神 硬看沈百千走了进来 芸琪 沈百千紧紧地抱住芸琪的腰 你都听见了 芸琪缓缓地抬手 摸了摸她的头 去天际吧 总要有个了结的 我知道你想去 去吧 芸琪嗓子有些尖松 半嗓 点了点头 对不起 芸琪 我本来想和你成亲的 没关系 等我们回来再成亲 也是一样的呀 我们现在跟成了亲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 芸琪敏感地捕捉到 她话里的词 芸琪 你不能和我去 芸琪 你说过永远不会跟我分离的 那不一样的 芸琪 天极危机重重 我不能带上你冒险 可是圣地的病只有我能治 芸琪微微一愣 突然不吭声了 半嗓 我是去复仇的 不是去给她治病的 芸琪 别这样 我知道你嘴硬心软 我也知道 你怕我保护不了自己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不是还有紫月在我的身边吗 神满心缓缓地抚摸着芸琪的脸 芸琪啊 我要跟你在一起 别丢下我好不好 我不是你的负担 我可以帮你的 芸琪 相信我 本来芸琪是死活不同意的 在神百贤的软魔硬泡下 不得不投降了 二人将小吉送到芸振骁那里 跟家里人告别后 去了天极 三人骑着快马 五日后到达天极地界 却突然被一群白衣人拦住了去 血患 蓝阵看着出现在这的血患 心里咯噔一声 是不是善今出事了 前面那个客战是我开的 咱们进去再说 一行人进了客栈 圣地确实舒适了 身体全身麻木 动弹不得 我已经通知了驻守边关的若云 他正带着冰箱这边赶来 但是最快留三天 圣经被封锁了 不许进也不许出 圣地被囚禁了 我的暗卫守护着他 虽然无人敢靠近 但是也绝对出不来 纳兰小伯如此狼子野心 真是可恶啊 纳兰小伯的野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些年圣地身体不好 让他钻了空子 如今更是邪天子已令诸侯 不过还好你们来了 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你们两天了 他从怀里掏出了圣旨 这是陛下各废太子的圣旨 咱们有了这个 即使那蓝鹏登基 也失出无名 雪欢看向云集 殿下 你肯来 圣地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 别做梦了 我不过是来看热闹的 你别这样啊 看热闹也比布莱强的 明吉白了他一眼 不吭声了 那仍旧被封锁了 怎么进不去怎么办呢 我是来接你们的 其实我们雪家 一直有一条通往圣经的密道 我可以带你们入圣经 明吉悠悠抬眸 看了他一眼 你家居然还有密道啊 真是太好了 等天黑了 我带你们进城 但你能带我们进宫吗 百千姑娘有办法 治疗圣地的病 实在是太好了 百千姑娘还真是让人惊喜 我有通往皇宫的密道 正好偷偷在百千姑娘进宫 你家都是属耗子的吧 怎么密道这么多 其实这些都是修建皇城 和宫殿时就秘密建造的 只有每代雪家宗主 和圣地才知道 三人在客栈待到晚上 悄悄地进入地道入口 走了三个时辰 才进入圣经城 雪花又带着 沈百千和云吉 通过密道进了皇宫 密道是直接通往圣地寝宫的 灿金的龙床 躺着两鬓斑白的虚弱的老人 他曾幻想过 无数次见到圣地的情景 可是却怎么也没有想过 第一次见面 看到的居然是这么消瘦 虚弱的老人 本来想好了 一定要大声斥责他 可是看着如此可怜的 看起来能不能活到明天的老人 这叫他如何开口 臣参见圣地陛下 臣参见圣地陛下 纳兰浮生艰难地转动着眼球 向这边看来 纳兰浮生看见了云吉 眼泪刷得流了下来 他仿佛又看见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呜呜的哭泣声从他的嘴里一出 云吉看着他这样 心里难受极了 原本一肚子的恨 突然无从宣泄了 陛下这是怎么了 我走时还只是手脚无力 这怎么成这样了 老奴也不知道啊 看医院的人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老奴怀疑陛下是中毒了 可是寓医说 陛下没有中毒的迹象 麻烦百千姑娘帮忙看看 沈百千点了点头 走向圣地 沈百千戴透视眼镜 给圣地检查身体 顺便抽了他的血药 一会儿要让唐昭查一查 有没有问题 兰震看着一直好奇 看着沈百千的纳兰浮生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 殿下的妻子 您的儿媳妇 圣地听了后 眼泪又流了下来 他这是怎么了呀 怎么这么爱哭呢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云吉将脸转了过去 他这什么爹啊 本来还以为是枭雄的 结果是狗雄 还是爱哭的狗雄 他娘到底是什么眼光啊 没事 病人心骄又不能说话 都这样 过了一刻钟 初步检查是 格林巴利综合症 我知道你们听不懂 我就简单的说了 总之就是手脚僵硬 不能动 他确实是没有中毒 这种病 你能治吗 能 我有特效药 很快就能够见效果 真是太好了 我化妆成小太监 这几天在圣地的身边治疗他 至于你们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谢谢百姓姑娘 你真是神仙转世啊 就连云吉在心里也是输了一口气 只要圣地身体恢复了 他们再行动 就师出有名了 三人悄悄地从地道里 又退了出来 来到雪患的地盘 开始商量对策 兰震和雪患讨论的热力 云吉双手枕头 一直漫不经心地听着 把媳妇放宫里 他有点不放心 兰震抬眸看了吊儿郎当的云吉 阿吉啊 你倒是说句话呀 平时鬼主意最多 怎么关键时刻 肯生了呢 云吉慵懒地坐直了身子 你们倒是讨论的热烈 可想出好办法了 二人一噎 不吭声了 没有好办法是吧 那就听我的吧 殿下有什么好主意呢 我的主意就是 群龙无首 让纳兰削薄 云吉漂亮的红唇 微微吸动了下 死 沈百千给纳兰福生 每天注射十代人体 免疫球蛋白 三天后 纳兰福生的腿脚就能动了 虽然依旧僵硬 但是已经逐渐好转 轩云皇后还是会每天晚上 来看纳兰福生一次 冷嘲热讽地训斥 纳兰福生几句 沈百千扮成小太监的模样 恭敬地垂着头 一声不敢吭 雪家的暗卫闻名天下 整个圣地寝宫都是 纳兰削薄能将纳兰福生囚禁在此 却杀不了他 纳兰削薄已经命人伪造好圣旨 明日服太子纳兰鹏 登基 登基的前一天 宣元皇后又来了 哼 陛下 爷英明神武一辈子 有没有想过 自己晚年时 会落得如此凄惨呢 纳兰福生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看都不看他一眼 不想看到我是吧 哼 那你想看到谁啊 沈明轩 可惜那个贱人已经死了 要不 你去地狱中见他吧 正好 做一对亡命鸳鸯 纳兰福生刷得睁开了眼睛 沈百千心中一惊 生怕他忍不住 那就前功尽弃了 可是 他只是死死地盯着上方 眼珠子一动不动 呵呵呵 纳兰福生 我真是不知道 我究竟哪里比不上那个贱人 我宣元族对你忠心耿耿 今天的一切 都是你逼我的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还不是你心中没有 没有我们的儿子 你只喜欢少明轩 心里只有他 对了 你们还有个儿子 从小不知被我追杀了多少次 纳兰福生双眸赤红 那个小子倒是命大 可是那又如何 野种就是野种 永远上不了台面 你费尽心机想要隐藏他 保护他 却不知道 其实我早就知道有他的存在 你如今成了这副鬼样子 他可有来看你一眼 哈哈哈哈 果儿明天就是皇帝了 你就在这儿等死吧 从今以后 他再也不用看纳兰福生的礼色了 室内终于恢复了安静 神百千将门缓缓关上 来到纳兰福生的面前 陛下 切莫操之过急 还是敬仰吧 辛苦你了 陛下客气了 您是长辈 照顾您是应该的 阿吉能有你这样的好媳妇 是她的福气呀 提起云琪 神百千羞涩地抿了敏唇 朕 对不起她 纳兰福生双眸目然悲伤 朕对不起明轩呢 这些天 神百千陪着圣帝倒是聊了很多 告诉了她 当年长公主为何嫁给云震霄 告诉她长公主的死因 神在帝王家 有太多的无奈了 纳兰福生叹息了一声 是这无能 没有保护好他们母子 本以为让云集活在苍蓝 能快快乐乐一辈子 谁知道 那个毒妇居然早就知道她的存在 还派人追杀她 都是朕的错 阿吉怨恨我是对的 她确实是怨恨您 可是您毕竟是她的父亲 她心中还是有你的 要不然也不会来让我医治你了 真的吗 不等神脉星说话 别听她胡说 谁心中有你了 做什么美梦呢 云集从地道里爬了进来 这家伙每天都跟带着刺似的 真是拿她没有办法 你们俩 我去看看药监好了没有 神脉千向外走去 屋子里剩下云集和纳兰福生 气氛突然有些尴尬 阿吉 每次看到她那一双和尚明轩如出一辙的桃花梦 她心里就揪着她 别叫我 你就当我不在这个屋子 云集坐到了离她最远的地方 对不起 阿吉 我知道你怨恨我 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子 哼 得了啊 这话你已经说了无数次了 我不爱听了 对不起有什么用呢 一句对不起 就能让我娘死而复生吗 纳兰福生突然不吭声了 她说的对 她确实不值得原谅 她一直以为她是病的 从来都不知道她是自杀 是那些人活活地逼死了她 逼死她的 也有自己一份 她真是罪大恶极 若是当年她没有爱上她 她一定会一生无忧 过得幸福快乐 神脉千回来后 看着坐得远远的云集 无奈地摇了摇头 她亲手给圣帝喂了药 然后将空碗放在了一边 阿吉千万不走啊 圣帝悄悄地问神脉千 我不走 等着给你说拾烂摊子呢 圣帝沉默了片刻 那辛苦阿吉了 神脉千看着别扭的父子 突然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笑 还不过来 神脉千笑着走向她 迎接一把将她拉入怀中 圣帝赶紧将脸转过去 笑了 别闹了 我看看你啊 脸都小了 怎么都给我媳妇累瘦了呢 小两口果然感情好 这她也放心了 她的儿子一定不会像她一样 一定会比她过得幸福 纳兰肖伯每晚都会睡在花莫然的房中 这是她心疯的侧妃宠得不得了 夜夜欢好都不够 花莫然给纳兰肖伯跳了一场霓裳舞 笑着倚尽她的怀中 哇 这酒好喝吗 好喝 宝贝 明天本王就是摄政王了 那个废物太子 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等再过个几年 本王就找个理由杀了她 等本王登基后 就封美人格贵妃等等 如何呀 那臣妾就谢过圣地 小嘴真甜呢 纳兰肖伯挑笑着 拉开花莫然的衣服 纳兰蓬如愿地穿上龙袍 激动得浑身发抖 母后 我真的能做圣地了吗 我怎么觉得是在做梦呢 轩辕皇后看着自己儿子 如此沉不住气 经不住事 也难怪纳兰福生 总是看不上她的蓬儿 这孩子没有继承纳兰家的特殊血脉 就算了 还如此胆小怕事 可是不管她多懦弱 都是自己的儿子 她疼在心坎上的孩子 蓬儿 别怕 你是圣地 那位置是你的 有你叔叔的辅佐 咱们不怕任何人 她细心地帮她整理了下衣领 蓬儿 勇敢些 你可以的 知道了 母后 她终于不用看自己父皇脸色了 她就要做圣地了 实在是太好了 登基用的颂词 背下来了吗 背下来了 母后放心吧 轩缘皇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及时到 纳兰鹏开始了祭天大典 纳兰鹏虽然从小胆小懦弱 但是相貌倒是遗传了纳兰族的俊美 纳兰肖伯一身黑色的摄政王符 他站在纳兰棚的身边 亲自将帝王免 给他戴上 看着僵硬的需要两个小太勤搀扶的纳兰符声 纳兰肖伯 春风得意 眉眼都带着傲语天机的笑容 忽然他笑容一僵 眼睁睁地看着纳兰符声颤抖地站了起来 朕还没死 你们此时登基 不太合适吧 所有跪在地上的大臣 浑身一颤 圣地 听说陛下得了怪病 手脚不能动 他们都很着急 可是也没有办法 虽然知道此时太子精卫不合适 可是国不可一日无君 他们也不想这样 纳兰棚看见自己的父亲居然站了起来 架的脚一软 差点没摔倒了 纳兰肖伯一把提起他的衣领 鹏儿莫怕 今日这龙袍也穿了 地面虐待了 咱们没有回头路了 纳兰棚勉强镇定下 站得笔直心 圈圆皇后死死地盯着纳兰符声 他居然是装的 原来他根本就没有病得那么严重 为何他偏要在他儿子登基的关键时刻 站起来捣乱 皇兄 你有病 需要休息 来人呐 送太上皇下去休息 我看谁敢动他 一只易容成小太监模样的云集 突然一把抽出腰间的软剑 站到了纳兰符声的面前 小小太监 也敢造词 谁说他是小太监 他才是朕的儿子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云集 你是云集 是我 文王好眼力 云集突然一把撕下自己脸上的人皮面具 撤掉自己身上的太监服 扔在了地上 大红地绣着麒麟吞火的华丽衣袍 映入众人的视线 这是我儿纳兰云集 他继承了我纳兰族的神圣血脉 他才是真正能开启帝王石的传人 是我纳兰族的下一个圣地 朕宣布朕退位让衔 由吾尔 纳兰云集继承地位 如有意义 视同反叛 人群中突然鸦雀无声 云集惊讶地回声看向纳兰复生 昨晚这个老家伙 可没对他说要将这个烂摊子甩手给他呀 如今骑虎难下 他倒是不好拒绝 纳兰彭一听这话 吓得浑身一软 这回没有纳兰肖伯提着 彻底的摊坐在了地上 彭儿 彭儿 千元皇后连忙跑了过去 将自己儿子扶了起来 你好狠的心哪 彭儿才是你的太子 你怎么能将地位传个这个私生子 我没有他这样的儿子 我只有纳兰云集一个儿子 纳兰彭根本就不是我的儿子 是谁的儿子 你心里有数 轩云皇后心里咯噔一声 你胡说什么 是不是胡说 你心里有数 纳兰彭是你跟纳兰肖伯的爷种 其实这件事 他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在他昏迷的时候 轩云皇后亲口说的 众人被这个瓜精呆了 谁能承想 圣帝居然知道不是自己的儿子 还将人家的孩子养大 这绿帽子戴得够长久的呀 皇兄啊皇兄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你想让谁继位就让谁继位呀 你也不问问我手下的精兵答应不 阿兰小伯 枉费我对你的信任 你居然如此狼子野心 想谋朝篡废 这天下能者举止 尘王败寇 你怨不得别人 说得好 尘王败寇 纳兰肖伯 蓝家军已经杀到城门下了 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 哈哈哈哈 蓝家军来了又能如何呢 这城中都是我的人 谁能奈我何呀 那若是群龙无首呢 小张 风大也不怕闪了你的舌头 就凭你 也想杀本王 不不不 我才不会动手杀你呢 我先手脏 你谋朝篡位 天怒人怨 明明就是遭到报应 吐血身亡 算算时辰 报应也该来了 你胡说 纳兰肖伯的鼻子 突然留下两行血线 他用力地抹了一把鼻血 瞪大了双眼 你给我下毒 华洛挖得吐出一口鲜血 紧接着蹊跷流血 找在了地上 他至死都不会想到 他心爱的女人 居然会给他下毒 轩云皇后一看 纳兰肖伯居然死了 是他杀了伯王 杀了他 给伯王报仇 纳兰肖伯的精兵 疯狂向云记扑来 云记冷笑一声 略如人群 一群肩膀刻着 麒麟吞伙的黑衣暗卫 从街角各个角落冲了出来 阿杰 杀了纳兰蓬 不要弄脏龙袍了 云记虽然不知道他要干嘛 但是还是回手一个飞刀 射入纳兰蓬的额头上 纳兰蓬双目瞪大 直直地躺在了地上 轩云皇后尖叫一声 向纳兰浮声扑了过来 却被孤隐一刀砍掉了脑袋 洞兰持续了整整一个时辰 整条街都流满了心血 所有反叛终于都绳之于法 纳兰浮声命人将纳兰蓬身上的龙袍扒了下来 递给令吉 传上他 即可登基 他答应了他要这破皇位了吗 他咋就这么自作多情呢 阿吉 父皇求你了 陛下 石狠片野 这个时候登基不太吉利吧 帝有王鹿 反骨枯 还要比这鲜红的颜色更吉利的了 阿吉 穿上龙袍 开启帝王石 你是天选圣帝 请圣帝击位 蓝镇突然带头跪了下来 蓝若云 雪幻 也跪了下来 他三人一跪 大家都跪了下来 一切太平了 沈百千也出来看热闹了 他家男人好帅啊 他要当皇帝了吗 那自己是不是就是皇后了 天啊 听起来不错呢 明吉看着沈百千兴奋的小模样 向他走来拉住他的手 若是你也想让我登这个圣帝啊 我就同意 这咋问上他了呢 浅浅 纳兰浮生目光恳求地看着他 他只有这一个办法 能将儿子留在身边 他已经错过了他那么多年 不想再错过了 沈百千看着纳兰浮生 悲伤又可怜的目光 心底有点酸酸的 他对着云吉轻轻地点了点头 得到答案的云吉不再犹豫 转身穿上龙袍 走上祭祀台 在蓝镇的指挥下 将自己的血滴入帝王石上 天急一直有一个传说 那就是得了帝王血脉的真正的皇子 才能继承圣帝的位置 有些皇子天生遗传母族 根本就没有资格继位 残浸圣帝 圣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残浸圣帝 圣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云吉登基为帝 宣布的第一件事 就封神百千为后 择日晚婚 喜庆的气氛 没有持续一个时辰 城外一个浑身是血的士兵 骑着白马进了城 边关都乱 东唐大军踏入我天机土地 已经拿下了三个城了 东唐 与东唐相邻的是北朔兵官 那里一直是纳兰萧博的地盘 他为了篡位 居然将所有兵力都调回圣经 这倒是让东唐钻了个空子 小小东唐 居然敢挑衅天极圣国 这倒是有意思了 启禀圣帝 他们挂的不是东唐的旗帝 是王国 白雀国的旗帝 领兵是白雀王的小儿子白燕 也就是维耀仙谷的一毒双绝 慕容一百 居然是他 原来他是白雀国的小儿子白燕 也就是说 当年蓝镇身上的毒 阴素十年 就是出自他的手吗 传言白雀王幼子 银子聪明 善于用毒 年仅仅十岁 就研制出阴素十年 在毒树上无人能及 这个人折服这么多年 倒是当真能忍